3月23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放出一段无墨仇商演的视频,发了敢看前几年也能赛得上是顶流年轻歌手的无墨仇,如今已经开始揭晓商演,事业滑坡到这个地步,不仅让人有些可惜。 在无墨仇商演的视频中,无墨仇没有半无只身一人在简陋的舞台上,耐力地跟观众互动热场,但现场效果却出乎意料,基本无人回应。 舞台背后还可以清楚地看到,有嫌扎人员走动,坐在前排的观众双手撑头反应寥寥,这舞台效果很是尴尬。 此前,无墨仇也经常被网友爆出,接了许多小商业活动。 无墨仇,2012年参加中国好生业而爆火,加入与成庆组后,无墨仇的鬼马和与成庆的多变风格完美融合,被观众带来了一首首动听的歌曲,最终斩获全国总决赛亚军。 随后,无墨仇的事业可谓是如日中天,不仅喝串了喝醉电影,越来越好吃虽乱,还演唱了许多影视剧的主,吸取。 不过随着人气暴涨而来的,是大众对无墨仇的各种争议。 从延时到唱歌,无墨仇被大众轮番讨论了个遍。 甚至还有网友直言,无墨仇的嘴巴看起来要吃人。 无墨仇和导师与成庆的绯闻,更是传得沸沸扬扬,两人不仅合作了歌曲《我要给你》,无墨仇还担任了与成庆演唱会的嘉宾,种种亲密无间的合作,让两人的绯闻喧嚣而起。 不过,无墨仇带上金星秀时否认了这段绯闻,表示与成庆只是他最重要的恩师。 从参加一场比赛夺得亚军迅速爆红,却又和自己的导师热出绯闻,无墨仇出道八年来,一直都伴随着争议。 如今二十八岁的他,只能靠出席小商演出现在大众事业里,也不免让人有些唏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